今天看的这个房子是位于休斯顿 Masur City Siena这个社区的Tall Brother 著名建商的一套现代风的豪宅 这个房子的起始价格只有66、7万美金 但是它是Tall Brother的房子 这个建筑商的升级可是相当的贵 所以67、8万美金的起始价格 最终做下来可能就要在85到90甚至100万美金左右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样板件这么漂亮 完全是因为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升级 堆砌起来的 让我们好好看看这个房子 这套房子3700多尺的这个本身的基础面积 但是它可以加面积加到非常的大 加到在4000尺左右 Tall Brother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非常低的基础价格报价 然后很高的升级价格报价 让你感觉到它处处都在花钱的效果 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Tall Brother的其他的升级 比如说现在看到的这个厨房 这个厨房的这个Waterfall就是它的升级 光这个就要好几万 这个大理石台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升级 又要花很多钱 再包括橱柜顶到头 它的所有的价格都比一般的建商的升级大概贵30%左右 那这个房子所在的区域叫Sienna 我们之前也经常介绍Sienna的房子 可是平常我们介绍Sienna的房子 基本上都是以社区为中心的 今天我们介绍Tall Brother就不一样了 以介绍建商为主旨 因为本身Tall Brother的户型 还有它所在的社区 在休斯顿这个城市来讲就比较少 Tall Brother可能在加州更受欢迎 或者是它在加州的楼盘更多 但是在德州它的楼盘会相对比较少 差不多面积和差不多档次的开发商当中 或者是建筑商当中 Tall Brother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这边就是它的主卧 还有主卧的洗手间 其实我说实话 在休斯顿的这么多的房子当中 像这套房子 它最终价格在85万到90万之间 这样的洗手间和这样的主卧 就显得有点小气 没有其他的一些建筑商做的更加大气 就是这个好像有点小加碧玉的感觉 那有的建筑商做到的那种感觉 就是大加威秀 Siena这个社区离中国城很近 它离中国城也就只有28分钟左右就可以到 然后它离唐城也非常近 Siena是跟唐城著名社区Riverstone 是紧紧挨在一起的 这个社区的学区呢 是ABA 也就是它的中学不是特别好 其实它的高中也一般一些 它不如唐城克莱门那几个高中 更受欢迎 但是这些学校也没那么卷 而唐城的那几个高中呢 就非常的卷 因为它的亚裔比率太高了 唐城的克莱门高中 大概亚裔比率高达68% 也就是亚裔跟亚裔卷 越来越卷 越卷学校越好 越好就越卷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Tor Brother的这套样板间的感觉 现在就让我们上二楼开 在上二楼之前呢 其实一楼的这个门口还有几个房间 我们有看过在一楼大门口的旁边是有一个书房的 就是一进门就有一个书房 然后再往前面走旁边是一个套间 也就是它一楼有两个卧室 这个房子可以做成一楼两个卧室 也可以做成就是一共四个卧室 或者一共五个卧室 也就是一楼两个卧室 两个套间 然后二楼可以加一个卧室 变成五个卧室 现在我们就上二楼看看 我们下一个卧室 我们下一个卧室 在下一个卧室中 始 curso来日本瓷年纪号 在外面吃的时候 在佛室中 另一点的onto 我们下一个卧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样满间的户型了 3700多尺的起始的面积最终可以做到4000尺左右 最终价格大概在85到90万之间的Towbrother高端建筑上的高端户型 你喜欢吗 现在就可以看一下Siana整个社区的是什么感觉 如果有任何喜欢这个房子或者想看房的话 随时联系机器修正地产团队 我是机体加微信或者给我打电话联系我吧 下期再见 看户型 Siana社区位于Souston的Missouri这个区域当中 它离着6号高速公路还是59高速公路都非常的近 社区里面有高尔夫球场 而且是个18栋的高尔夫球场 有好几个泳池活动中心 健身房 然后有非常多的湖泊 有网球场 有篮球场 有非常多的公共活动区域 都注定了这个社区是一个非常大的规划性社区 哪个社区管理费呢只有1095美金 这些社区的设施都是包含在内的 并且呢这个社区离着医学中心 离着市中心也不是很远 所以这个社区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社区离各个地方的距离是什么样子的吧 整个小区叫Siena 这个Siena的社区也是很大的 它紧挨着Riverstone 上面就是Riverstone 下面这一大片都就是Siena 它们是紧挨着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是什么样子的 到中国城的距离是28分钟 到Uptown的距离是38分钟 到医学中心的距离是30分钟左右 因为我这个标的写的是莱斯大学 医学中心比莱斯大学还会近一些 我们下期再见